身形瘦小的少年被強風吹到站不起來 目擊民眾想救人 沒想到健毅勇為的男子 整個人被風吹到滑進少年身旁 一時間兩個人想站起來都有困難 男子一個接把少年拉了起來 但風勢還是太猛 兩人一度又被風吹著跑 只有男子半爆半推 護著少年到安全地點 這段疑似追風 人卻不慎被風吹的畫面 看來驚險萬分 山竹狂風呼呼吹 辛苦的社區保全 巡邏到一半也被吹倒在地 還好他立刻起身 扶著欄杆緩慢前進 才沒有因此摔傷 其實不只香港 澳門同樣也掛起最強10號風球警報 15號晚間11點起 澳門賭場更全面熄燈暫停營業 山竹狂風暴雨 有民眾住高樓 還要費力搖水 降雨量實在太驚人 馬路成了河道 交通工具自然就是水上摩托車 離譜豪雨 讓這一切看來毫無違和感 而飯店前也呈一片大湖泊 竟然有種置身水上威尼斯的錯覺 而放在陽台的洗衣機也被吹得團團飛 就連冷氣也吹到報仇 還有民眾的浴室疑似大雨堵塞 導致馬桶爆管噴水 只能說山竹風力強大 人在家中坐也成為受載戶 記者綜合不倒